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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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各位早晨 来到6月20日星期四 欢迎收看今天ET开市直击 我是Irene和阿姨 今早有光大政卷国际政卷策略师 吴礼言Kenny 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晨Kenny 早晨Irene 各位观众大家好 说股昨天急性之后走势如何 等下都会问Kenny 帮我们分析一下 昨晚外围淡静一点 因为美国放假行之夜 其实低水于39点 大家有什么股票疑难的话 都欢迎Whatsapp 留言给我们 或者我们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和想问股票问题 等下Kenny会回答大家的提问 现在先看看最新外围的市况 美国星期三是6月节假期 所以美股休市一天 欧洲三大指数是个别发展 法国政治危机拖累之下 法国股市跌大约0.7% 欧洲债价下跌 债息上升 看看现在美股期货最新的情况 导致期货偏远 39,234点跌近53点 至于纳指期货可以做好 20,250点 升幅是0.3%左右 看看亚太区股市方面 没有什么方向 暂时个别发展 其中日本股市跌0.5%左右 日经平均指数38,361点 跌至209点 南韩股市微升2点 至于澳洲市跌了3点 而新西兰股市做好 升0.7%左右 至于恒指货期方面 都可以预示 待会港股初段的表现 暂时是扎幅偏远 跌近三十几点 先和Kenny谈谈谈 不过转体的港股 总结了港股上的表现 再问Kenny如何看港股 简单总结一下港股上日的情况 升大约500点 重上万八关 恒指高开140点之后 升幅扩大 下午之后曾经升533点 高卫健18,448点 全日升514点 收报18,430点 成交1,127亿 科指升3.7% 报3832点 ATMX升近3%至超过6% BillyBilly大升近1.9% 联想蛋糕9% 雙汤升6% 中特股概念受到追捧 中石油和中海油 升超过4%和5% 而四大内银股 分别升超过3% 平保和国首升到3%至4% 港股急弹 北水淨流入缩减 昨天淨流入金额23亿7千万 资金主力买内银股 中行和公行分别录得5亿8千万 和3亿5千万 淨流入 港股的走势 因为消息层面昨天突然好像有多少 包括中证监推出过科创版8条 市场也在看会不会有更多利好的政策出台 加上国家队入市买港股ETF 这个我们稍后会再详细问一下 舊日买清单可不得过 但整体来说好像 那些利好的消息又开始出来了 刺激路港股昨天越升越有 一口气收服了10天 20天和50天线 最大的问题就是当然 港股最近的回调究竟是圆结味 可不可以重拾升势呢 这些利好的消息有多利好的 我们怎么看关键位 恒指下站有上网多少 好 谢谢艾云 我看到昨天港股升幅相对比较显著 有差不多500点的升幅 也突破了几条移动平均线 我觉得港股前段时间 去到18,000点附近 最低就去到17,800点附近 就形成一个底部 我觉得这个调整幅度 相对来说 就已经是近段时间 出现一个调整的底部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前段时间港股由16,000点 一直到19,700点 累计了37,700点的升幅 而这段时间由19,700点回来 大概17,800点附近 调整幅度差不多有前段时间 累计升幅的50% 同时来到18,000点附近 也是港股多条移动平均线 目前所聚焦的部分 包括了50天线附近 亦都见到有支持在 在下面其实条250天线 也都大概是17,600附近 所以这些位置 其实对于港股在短线的技术方面 都带来一个不错的支持在 当然近段时间 其实港股成交有点偏低 就算在昨天有一个不错的升幅情况之下 港股成交都是1,100多亿 我自己预计 若然港股未来需要进一步向上突破的话 都仍然需要成交有一个向上放大的情况 我自己预计 港股一个比较理想一点的成交水平 大概就是13,000到15,000亿附近 从短期来看的话 我自己相信这一浪的调整 即18,000点附近 已经是一个底部 向上来看的话 我自己短线一点来看 港股一个比较短期的阻力 有机会是18,700到18,800之间 这个亦都是今个月初 港股曾经是多次上市的位置 但是就未形成一个突破的位置 而再长远一点来看的话 我自己觉得 五月份港股曾经试过的高位 19,700 我觉得未必是全年的高位 我自己预计去到第三季 港股仍然有机会向上再创一个新高 我自己对于下半年的市况 港股的向上收复空间 我自己的看法仍然相对比较正面 我自己预计下半年来看的话 有机会最高就去到21,000那些位置 所以无论是一个短战 或者是一个中长线的部署方面 我觉得港股的看法仍然相对比较正面 要这么说 大家看到昨天好像气势回来 开始追不追货 好 我自己预计去解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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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